为了推广南投县的体育活动 南投县体育会日前在水里乡办理南投爱运动巡回列车的活动 日前巡回列车也来到了水里乡 南投县体育会副理事长也是县议员的陈淑慧也亲自到场参加巡回列车的活动 陈奕运也希望透过运动巡回列车的举办能够鼓励更多人参与 多运动多健康 今天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以及我们南投县体育会 共同争取到金会到我们南投县来举办这个运动爱台湾的系列活动 那今年总共有办四个站 尤其今天淑慧亲自到水里国小现场来参与这场活动 感觉到说整个一个体育活动的一个提倡有在进步 所以再次的呼吁家长一定要支持能够在客与之外 然后去从事一些体智能的活动 而在这次的活动中总共规划八项运动体验 不但相当有趣更有专专业的教练指导 让家长以及小朋友给予高度的肯定 很好玩 好玩吗 好玩 是可以让小朋友接触各种不同的运动 一种启蒙的这种效果 因为我们也蛮重视小朋友的运动 对 平常都会价值都会让小朋友去外面活动 那如果有这种专业的 就比较专业的教学会更好 呃就是我来那个水里国小体验运动爱台湾的活动 然后这里总共有八个运动 然后我我全部都破了 然后我觉得很好玩 教育处长陆振威 南投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会 也期望为了能够扩大到十三乡镇来举办 让南投县的运动风气慢慢提升 我们今天运动爱台湾的列车 我们今天来到了水里国小 也就是来到水里乡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这个暑假周末 带给我们社区体育工作 我们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一个运动列车 要开十三乡镇 目前在这个四眼团中 我们希望今年会扩大到十三乡镇 让我们的民众 都可以跟社区做一个结合 跟一个运动团队做一个结合 让我们南投的运动 修正心的运动越来越好 南投县体育会常年来 致力于推动县内的体育发展 体育会副理事长 陈书会议员也希望 透过体育竞技的推广 能够鼓励全民一起来运动 让身心都能够更健康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